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罪恶终将得到人民的审判 虽远必诛 那我时间明天一定 住在哪一个房间 我们都是很准确的 把它摸清楚了 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看过它 东西从房间里蒙冲出来 《差翅南飞》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张锡君 四川省梁山州甘落县人 2017年10月10日 是他46岁的生日 这天晚上10点 他被四个花壁壮汉 带进了汉原县的一家宾馆 张锡君被非法拘禁四天三夜之后 开始了五天五夜的逃亡之路 汉原它在地盘上 有实力的人要查明 是很容易的 我时间掉了 白天就在公路边上来 看看山顶头 做窝了嘛 地头的棉花板 背落扑上的之间 或者白菜之间 窝了就啃着去 压岸时候汉原县自己在搞 我就直接朝省头搞 我想是省头搞不容易 我觉得中央就搞 就是搞得翻好搞不翻好 对我家里面的人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近日说法》 2017年10月底 一封举报信出现在了 四川省公安厅的办公室 随着这封实名举报信的展开 一个盘踞在亚安市 汉原县 石棉县 辐射 潘之花 成都 澳门 金三角地区的黑鹅组织 昭燃于天下 汉原地处四川省西南部 亚安市境内 这个静谧的小县城 有大理石 煤 铁 金 红花钢石等多种矿藏 2017年10月10日上午 汉原县仲医矿山周边公路路灭 发生坍塌 那天早上他们发矿的车子 就是拿矿 矿山上拿矿的车子 就搬着牙矿了 四川省梁山州甘若县的张锡军 是个小工程包工头 常年在梁山州 汉原一带承包机具项目 这天下午 张锡军刚刚睡完午觉 就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矿上的 是董毅在汉原县 那个河南乡的一个矿山 叫仲医矿山 董毅这些人开这个挖掘机 把路给它压坏 然后董毅以矿山道路压坏为由头 然后找刹要他们来赔偿这个私 仲医矿山地处汉原县西南 矿山负责人董毅 2008年开始在汉原县承包矿山 洗矿场等 在当地颇有势力 事故现场 这辆中型自卸货车就是肇事车辆 经查 这辆车属于重医矿山的资产 事发当日 这辆货车装载超重 矿山司机刘某驾驶货车 经过弯道时 碾压露灭导致山体滑坡 是他们拉矿的车子翻了给压坏了 是吧 不关你们的事是吧 不关 坍塌案件中 肇事者非常明确 为重医矿山司机刘某 之前张希君和董毅素未谋灭 业务井水不犯河水 至于坍塌事故 为什么会找到张希君的头上 他是到了矿山以后 才听到了这样的话 张希君表示 几个月前 他家的挖掘机 确实曾经在这条公路经过 但是当时车辆 并没有对公路造成丝毫损坏 后来项目完结 工程车就再也没有路过那里 坍塌事故路段公路 属于汉原县政府财产 任何私人矿山 对于路面根本就没有管辖权 众医矿山没有任何权利 处置这条路的相关事物 刚到矿山的张希君 就被几个花壁壮汉 带进了一家宾馆 成了替罪羔羊 被非法拘据一晚之后 几个壮汉在老大董毅的暗示之下 又把张希君装进车的后备箱 转移到了另外一家宾馆 这一次招呼张希君的人换了一波人马 手段也从限制人身自由 上升到了暴力威胁 宾馆的301房间处在楼道的尽头 在这样的密闭空间里 几个打手对张希君殴打 辣椒灌鼻孔 并以注射毒品相威胁 逼迫张希君以欠农民工工资 和工程材料为由 向家人和朋友打电话凑钱 张希君被囚禁的花城宾馆不远处 银行监控拍下了这样的画面 期间张希君总共去了三次取钱 带着张希君到银行 将钱取出来交给董毅的小弟 在银行窗口 随从站在张希君旁边的壮汉 就是董毅团伙的头号打手阿牧布文 三次银行取款 外加阿牧布文和同伙 以充电话费 游戏卡 加油等为借口 强行向张希君索要红包2000余元 张希君总共被抢劫13万余元 随后张希君被胁迫 在一个20万元欠款合同上签了字 张希君消失两天之后 妻子在老家梁山州甘洛县派出所报了警 一个老百姓无头无为了 老了老了 小了小了 有没有的工作纪念 有没有人事关系 同一时间 几百里之外的汉元县 求救无门的张希君 却被阿牧布文等人 主动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将这个敲诈的事实 伪装成经济纠纷 同时他还安排他的小弟 将这个纠纷合同 一起带到了这个派出所 没有将这个真实的情况发现 14日凌晨 该案件终于得到了所谓的和平解决 被折磨了四天三夜的张希君 拖着受伤的腿独自离开了派出所 此时的他蹲在马路边 沉没到了天亮 逃出升天的张希君将手机丢掉 从甘洛县的海棠镇 五天五夜徒步一百余公里 到达了四川省公安厅实名举报 举报对象就是他屈辱遭遇的幕后指使者 仲医矿山的负责人董毅 2008年以来 以董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 非法聚敛钱财 笼络同乡 纠集有犯罪前客的劣迹人员 聚众斗殴 抢劫 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 盘踞失眠汉原一带 长达12年之久 受害者当然不止张希君一人 董毅 董毅43岁 初中文化 2008年以来 他通过开设赌场 经营矿山 积累了一定资金 进而带领手下人在汉原县 石棉县有组织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寻信姿势 故意伤害 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社会影响 董毅在他们当地 就董毅 还是有比较严厉的方规 手下的兄弟对他必须要听话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对 都不及你来当我财弱 为了巩固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董毅安排人员通过购买枪支 刀棍棒等凶器 对组织进行武装 同时他还设立了严格的帮规 为成员发放年终奖 手下在为组织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期间 车辆 石宿等 均进行统一安排 为团伙的犯罪活动进行支撑 他们没到市民来之前 市民的整个这个 资源环境 这些都非常之好 他们一来到市民的时候 就开始放高利贷 赌博啊 在一带来混的话 只要听到他 我都不敢忍 随着2012年地下赌场的高效运营 通过抽头余力 董毅迅速积攒起了亿元资产 并将非法收益 用于置办固定资产 非法高利放贷 势力不仅渗透到 亚安本地诸多行业 更是延伸到澳门东南亚 黑社会完全是黑社会的防水抽头 然后还不及钱了国家 收5%的高利贷 拿到这个泥巴山上去 把衣服脱了 跪在雪地底下 用了个火码 菜 这里是石棉县的中心商业街 死去洗酒 陈彪42岁 啤酒经销商 家里妻子和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都是土生土长的石棉人 陈彪对于董毅团伙 之前在石棉县七行坝市有所耳闻 唯恐避之不及 他们来之前 石棉县质量都挺好的 因为他来了 过行过夜 他都是一边七行坝市的那种 陈彪家平日里经营的铺子生意红火 尤其夏天 店里啤酒生意更是忙不过来 2017年8月21日晚 他的妻子去附近的田湾河大酒店送酒 可是这一去迟迟没有回来 然后当时他是把这个 陈彪给我们石棉当地的 在搞这个KTV 然后那母后也是他嘛 他是老板先 这是2017年8月21日 石棉县田湾河酒店的监控拍下的画面 酒店内站着的男士是田湾河的经理 门外送啤酒的就是陈彪的妻子阿秀 结果送你去 他就说 拿来你们拿去的 拿来你们拿去的 我说不是打电话的吗 他说拿来打电话 不买你们酒了 拿去走拿去走 送货上门的酒突然被退货 阿秀心里自然不舒服 但是他没有多说话 他招呼同伴将之前送货的 啤酒空瓶子收集起来 打算拉回店里 搬运过程中 KTV的经理进一步挑起了事端 结果他看到队下台阶上 他就就吼我们嘛 路都打完了 说了不要你们酒 赶紧点拿去走 就麻烦点呢 半分钟后 口诀变成了肢气冲突 他就把我甩地下了 甩地下我就不干我 要报警察 我去了 我就说要报警察 他说随便你报 派出所的警察随即到了现场 因为冲突双方只是因为口诀 有轻微的肢体冲突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警察进行了调剂 事情看似不了了之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陈彪说 他们一家人摊上了大事 把手下的兄弟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敢给我们老 在我们天安和陈彼 影响我们的生育 小弟带去 然后打电头 还有十五十个人 然后就跟我赔 就说我兄弟发生摩擦 影响他酒店生育 影响他 他是超大过来 因为他名声 要看赔八十万钱 第二天中午 天安和聚集来了十多个打手 陈彪头部被打了 一个四厘米的伤口 接着几个打手拨通了电话 并把电话交给了陈彪 电话那头 正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董毅 陈彪和妻子再次报了警 就在他们在派出所 和警察叙述案情的时候 董毅带领几个人 到了派出所 当着警察的面 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 你也歪得很 你不小心点 小宝 东西说 弹着弹 又咋弹着弹 直接看事 警察也说 我们能协调好就协调吧 协调不好吗 再找警察吧 在朋友的调解下 陈彪和妻子暂时回到了家中 可接下来的几日 陈彪连续接到了几个匿名电话 回到家都是提心吊胆的 晚上都不敢出来 随时就是遇到开心的这种 我们也爬山 下了白心 第三天 陈彪夫妇商量后 决定把孩子连夜 送到亚安的姑姑家 孩子被送走一个星期之后 陈彪不断接到威胁电话 期间还有不明身份的人 出现在他家楼下 慎重考虑之后 陈彪关闭了店铺 在石棉县生活了40多年的他 携妻子逃离了石棉县 出了这个事情就没出酒了 就不出这生意了 不敢出了 后来我就给我搁去 梁山马那边搞工程去了 2018年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响 数以千计的群众举报信 出现在四川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线索核查中心 诸多案件均与 汉原级黑社会性质组织 头目懂议相关 四川省扫黑办 省公安厅和省检察院 三部门挂牌督办的专案 正式启动 扫黑除恶另出如山 全国各地文令而动 各级政法机关 在扫黑除恶的主战场上 率先掀起了 当敌黑恶势力的灵力攻势 2018年5月 四川省副省长 公安厅厅长 在关于举报亚安地区 汉原县人董毅的举报信上 做出重要提示 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 马虹担任专案组长 从全市抽调 精干侦察员25人 组成专案组 采取封闭办案的方式 开展案针工作 陈锋十余年的近百起案件 被重新深挖彻查 东伊这个团队 他们设计的案件 世界的跨度非常大 第二呢 它这些案件呢 设计的地域非常的广 随即了我们的四川省 洪雷 江西省 然后呢在我们四川呢 是成都 汉原 四面 甘龙 洪雷 潘子华 都有案件发生 第三个难点呢 就是很多个案件 都是当年已经被调查过 污料料之 还有一些事情呢 是已经做了调节处理 要重新启动调查 难度非常之大 2018年初 208专案组一案房的形势 到了张锡君的老家 梁山州的甘洛县 208专案 污料三明天是官区的 一直都不敢开来 不敢出来 没办法才记得很方便 你好 两二十国安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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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两二十国安局 出来用来调查一下 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 看到张锡君当时的那个 狂狂 他最先开始生死署名 然后摇头 也不愿意多给我们说什么 十月份非法拘禁事件之后 张锡君妻子开的提花店 已经关闭几个月了 寡言的张锡君 面对专案组的调查 最初一直保持沉默 小子人心都是状态 都是一样的 这些感受 过得了 过得下降 我到现在我心里 一直想到我的儿子受了这一哭 我这个怨恨就过不了 这群人干的这些事 太无聊了 也就是党中央归位 这个部署的烧黑处 专下行动 丫岸施工官就在提及办理 这件事情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208专案组成立以来 20多名民警 不仅多次驱车 和前往梁山州的甘洛县 四川省境内各县市 更是辗转四川 云南 重庆 新疆 浙江 江西 内蒙古调查秘密进行 当时都是对自身进行了化妆的 比如说我跟我们同事 都是买个耳钉 然后夹在耳朵上 然后身上贴着那种纹身贴 然后说话 从来不说四川话 我们的同事刚刚住酒店 他们几分钟后马上住酒店 我们的同事退房 他们跟着几分钟退房 你想每天三四万步 刚刚出身我就 才几天 把他们从医院带回家以后 我就把他们出差 2008专案实行的专案专办 封闭运行秘密侦查 而调查过程中 会议内容一再被泄露 董一组织背后 多名基层和高层公职人员 涉嫌为其充当保护伞 在案件没有彻底揭开大幕之前 208专案组成员内忧外患 混淆死听 对 那个牵扯那个 就是我们本地公安机关的 这个企业经历 就以达到他的目的 就是什么 要把这个事给弄混淆 把水给搅昏 然后达到他脱罪的目的 他这些小弟住酒店 就住在我们隔壁 包括为什么他会选择 住我们的酒店旁边 可能像偷听我们 如果说案情的 有没有涉及到一些其他东西 800多个日夜敖战 支撑专案组的 不仅是智慧 能力 更多的是信念 是他们在走访中 几百个张锡军的期待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 自己的安慰 都是冲锋在前 关键是从来没有掉链子 都是冲上去的 穷尽了一切资源和手段 不惜一切代价 最不足 2018年末 亚安市公安局专案组 组织刑侦 网安 计侦等相关警种骨干民警 全面开展收网行动 董毅犯罪团伙成员 38人在各地纷纷落网 由于内鬼的存在 黑老大董毅和三名团伙骨干成员 得到风声 逃亡金三角 2019年 全国扫黑办会同公安部 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海外逃亡的签名逃犯 重点目标 发布A级通缉令 亚安公安 七次跨出国境 境外工作106天 时间明晨2点 老婆时间明晨1点 这个董毅这个人呢 逃到境外之前 严厉了很多海外的这种社会关系 董毅不仅在国内有保护伞护航 在国外也有大佬的护佑 复杂的治安环境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很大障碍 警方曾经几次和董毅 失之交臂 住在哪一个房间 我们都是很准确地把它摸清楚了 当这个外卖员的身份 到时候跟他一起坐电梯上楼 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看过他 原来这个北京关系复杂 所以到此了 我们的抓捕先被保护了 原来的那个地方居住了 都是换了住宿 2020年1月 在将近半年的缜密调查之后 董毅团伙终于再一次出现在了警方的视野 两天以后就第一次发现他从酒店出来 一波难以不明的人 把我们包围很赞着 同时他们的枪头 正在拿上他们 激发他的声音 两个进了房间 并且把房间门关了 那个房门碰的一声 终于从房间里猛冲出来 历时两年零四个月 亚安公安完成全部按针工作 行程十余万公里 先后将犯罪嫌疑人 董毅 于斌 傅刚 杨松四人 全部成功抓捕回国 董毅黑社会性质组织 四十五名成员全部到岸 圆满完成了扫黑除恶 逃犯清零 2020年底 张希军家的提花店又开张了 这天一早 妻子熬煮了上好的提花打了包装 夫妇俩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亚安市 亚安市的石棉县和汉原县 都是民风淳朴的小县城 董毅这伙人盘踞一方横行乡里十二年 当地人说当时没有人敢举报他 因为听说地方的派出所所长 就是他的保护伞 可仅仅靠一个派出所所长 就能保护董毅黑恶势力十二年吗 他背后的大佬究竟还有谁呢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